西纳航空班机降落时滑离跑道 周二晚上西纳航空公司班机在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国际机场降落时滑离跑道 西纳航空31号班机载着133名乘客和5名机组人员由德州休士顿霍比机场起飞 事故是在飞机快滑到闸口时发生的 当局怀疑可能是起落架折损所造成 飞机滑到草地上才卡住造成八人轻伤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正在调查飞机滑离跑道的原因